顶流明星路演现场 室友跟我被抽中上台互动 结果他却当众痛斥我装大款追星 清醒点吧 你拿着爸妈的钱追星 想过你父母在工地搬砖的感受吗 他靠着清醒解人设 一举爆红网络 成功挤入娱乐圈 各大投资方寻着为求他上综艺脱口秀 他吃着我的人血馒头 赚够了名声和财富 而我却被网友嘲讽 阴沟里的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直到我微博晒出了户口布 上面我跟江赫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第一次知道 亲妹妹追星哥哥 叫赖蛤蟆吃天鹅肉 一 电影念念不忘录演现场 我跟室友秦源好不容易抢到票 挤到了人前 他一边补着脸上的粉底 一边轻飘飘地开口 没有想到你真有本事 既然能抢到这一场的电影票 不愧是江赫的老粉头子 我甘笑了两声 秦源跟我关系谈不上多好 只是一个宿舍的室友 他得知我今天会来参加江赫录演 便要求我带他一起来 此刻我掏出是巨子买来的单反对准了舞台 琢磨等会用什么角度拍江赫才会好看 这时江赫跟其他主演导演纷纷上了台 顶流江赫出道七年 从选秀爱豆到两年挤身顶流 今年更是拿到一部青春偶像电影的邀约 我打心眼为他高兴 因为他不光是我追的爱豆 还是我亲哥 这些年为了给他呐喊助威 我微博开设账号 经常更新他的高清图库 积攒了好一批粉丝 他今天状态很好 见眉星目 身姿挺拔 光站在那里就是一道风景线 我扛着单反不停地调整焦距 对着他的俊脸就狂拍 主持人采访了几个问题之后 赵立会抽幸运观众上台互动 正当我看这次谁会是这个幸运的时候 灯光落下 最后投影灯竟然落到了我跟秦源的身上 秦源眼睛瞬间就亮了 是我们 然后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就上了舞台 江赫表现得十分的绅士 在秦源上台之后 就主动将话筒递给了他 又扫了我一眼 很快一开视线 主持人眨了眨眼 打趣道 这次的粉丝福利 是跟我们江赫对视十秒钟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底下传来粉丝们的尖叫声 我跟秦源轮流跟江赫对视十秒 秦源表示让我先示范 天知道这十秒我是怎么过来的 好几次都忍不住发笑 结果在主持人眼里 我是深情凝视 吃笑明媚 结果轮到秦源的时候 他却突然拒绝了 他扶了扶耳边的碎发 开始端了起来 抱歉 今天我是陪我好姐妹来的 我并不是江赫的粉丝 这个粉丝福利对我来说 没必要 主持人有点尴尬的看向江赫 江赫绅士的笑了笑 没关系 但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吧 秦源却摇了摇头 突然摸出了兜里面的手机 既然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正好接着这个舞台说一下吧 我姐妹江明明 追江赫追了五年 不管是演唱会 机场接机 片场探班 他几乎从来没有落下来过 说着他将手机对准了摄像头和观众 上面是我的微博 记录了这几年 我的追星心理路程 他一字一句的念着 今天又看到哥哥了 他准备演唱会 憔悴了好多 哥哥状态不好 他真辛苦啊 念到这里的时候 底下粉丝都感动一片 几乎我的微博状态 就是大部分追星女孩的日常 主持人也忍不住唏嘘 结果 这时秦源却话一一转 直直的看向我 周梅说到 姐妹你清醒点吧 你拿着爸妈的钱追星 想过你父母在工地搬砖的感受吗 你心疼他赚钱辛苦 人家一天二八万 人家辛苦什么 与其心疼你的偶像 不如先心疼一下你的父母好吗 二 秦源的话 让周围所有人都愣住了 主持人尴尬地打着圆场 看向我的眼神中 也带了一丝鄙夷 追星还是要适度 在自己有经济实力的时候 追星没关系 但如果你们还是学生的话 应该量力而行 我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 江河皱了皱眉 想要开口澄清 我却给了他一个眼神 这个时候 要是暴露我跟他的关系 肯定会被媒体质疑 是在炒作新电影的 他才刚刚转型 正是关键的时候 最好还是不要有负面舆论 我直接挡在他面前 忍不住反问秦源 你生生误会了什么 我追星是真 但没有让我爸妈掏一分钱 父母确实没掏钱 钱都是江河本人掏的 秦源叹气看着我 难道不是吗 我跟你一个大学寝室 你每天为了追星江河 花了多少钱 诺 你身上挂着的单反价格不便宜吧 你一个学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你天天接机 探班 各种拍摄他的生活照片 不就是私生粉 幻想他能跟你在一起吗 听我一句劝 这样真不行 这时众人也发现了 我腰间挂着的单反 顿时窃窃私语 是啊 他那个单反设备 一个镜头就要小十万啊 他大学生哪有这么多钱买 家庭条件都那么差了 还花钱追星 真的是疯魔了 江河粉丝里面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拉低了我们粉丝的整体素质 就是啊 我都是自己上班赚钱了 才偶尔买个演唱会门票 理智追星 台上那个女生说的很重肯啊 好清醒 我被这个路人解圈粉了 秦源看向众人 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我终于发现了秦源的目的 原来是想踩着我上位啊 利用舆论抬高自己吗 难怪他一向不追星 今天突然要求 跟我一起来追现场 就算我现在说江河是我亲哥 他也有理由立足自己的人设 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扩大了 眼看场面已经控制不住 江河皱眉 上前挡在了我的跟前 给台下的助理一个眼神 立刻有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下台 秦源似乎目的达到 扶了扶耳边的碎发 理直气壮的下了台 后面主持人直接跳过这个话题 匆匆的结束了这次路演 但是这次路演的视频 已经被网友们发上网络 三 路演视频很快发酵 秦源训斥我的片段 被各大营销号转载 全都是抨击我盲目追星 不顾父母死活的传言 而秦源却因为路演现场的言论 被网友们封为清醒姐 她当天妆容精致 而我素颜朝天 被网友们拉出来对比 网友 哎 真是恶心啊 我理解追星的人 但这女的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啥样啊 顶流江赫 怎么可能看上她的呀 网友B 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视频 你们都不知道 这女的看江赫的眼神 好让人恶心 网友C 我可以证明 这女的就是清醒姐说的那样 我跟她是一个系的 她家里可穷了 听说还申请了学校贫困生贷款 嘖嘖 这样的人竟然耗费大量金钱追星 还有人扒出了我的微博账号 发现我有十万粉丝 微博上面全是江赫的高清生图 一时之间 全部涌入我的微博 不明真相的网友 在我评论区各种咒骂 要把我开除粉级 倒是江赫的粉丝挺理智的 一直在帮我空评 但也委婉地建议 我先顾着学业 理智追星 网络传播速度就像是病毒 盲目跟风骂我的人越来越多 我没有回学校 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在哪 我让经纪人去接你 等会我就去微博澄清这件事情 电话那头的人 正是江赫 我的顶流清歌 四 保姆车里 江赫还没有卸妆 本来他要连轴转去参加 下一个城市的路演的 此刻因为现场发生的事情 已经被顶上了热搜 制片方当然是乐见这种热度 起到了一个免费宣传的目的 但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也会变成江赫的黑料 他刚挂完经纪人的电话 然后担忧地看着我 你刚刚在现场就不该拦着我 我解释清楚的好了 我道 你当场解释了 媒体会说是你新电影上映 故意炒作怎么办 他见我情绪低落 忍不住道 说就说呗 反正我都被黑习惯了 网上的舆论你不用管 我已经通知公司的运营了 我会让那些营销号闭嘴的 我无聊的翻看着单反相机的图库 头也不抬到 这是怎么公关 承认咱俩是亲兄妹 江赫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对呀 你本来就是我妹妹 谁说妹妹不能追星哥哥了 真是有构险的 还有你那个朋友 他什么来头 你咋什么不靠谱的朋友都交 这都坑死人了 江赫是我哥这件事情 我同寝室的室友 基本上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才从胡咖爬到了顶流的位置 我知道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更不能因为我的事情 让他遭受负面舆论的波及 我觉得不太好 你还是不要管了 交给运营团队处理吧 不用担心我 等热度过去了 就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情了 江赫皱着眉头 有点生气 你是我妹妹 是我的家人 别人黑我骂我没关系 但不能攻击我的家人 把你室友的手机号给我 我让经纪人联系他 我想了想 你们可以联系他 但先不要暴露咱俩的关系 江赫表示明白 他行程横赶 保姆车把我送到学校之后 就很快离开了 五 我刚到学校 就发现别人看我的眼神 都奇奇怪怪的 背地里小声的说着话 我脸色一冷 匆匆的回了寝室 发现秦源早就回来了 此刻正坐在床上涂口红 我将相机放好位置 盯着他道 你今天是故意针对我的 秦源坐在上铺 看着我惊讶道 我说错了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你天天追星江赫 他每次接近你都去 每个演唱会你都参加 不就是想让他看上你吗 我被气笑了 你以为每个女孩追星 都是为了让偶像 跟自己在一起吗 秦源反问 难道不是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嘖嘖 听我一句劝 人家顶流偶像 怎么可能看上你 稍费点心思吧 与其做那些没用的 还不如像我今天这样 你信不信我今天 给江赫留下的印象 都比你的深刻 我眼神眯起 盯着他 你原来是想火呀 今天利用这些事情 达到你的目的了 秦源凑上钱 在我面前恶劣地笑了笑 我想火有错吗 我靠自己的实力火的 我被他给气笑了 见我们两个吵架 同寝室的其他人 立马过来拉架 不过基本上 都是在拉偏价 江明明 圆圆说的也没有错呀 从大一开始 你就在追星 追星很花钱的 我们还是学生 每个月生活费 本来就没有多少 你这钱 还不如攒起来 买点化妆品呢 就是啊 宁愿把自己保养好一点 要个铠子 也比去设想 那些遥不可及的明星 强得多吧 三个人嬉笑成一团 话里话外 都是对我的嘲讽 秦元见其他两人 都在附和他 顿时更加趾高气昂了 哎呀 你们也别这样说明明 他家庭困难 父母又没钱 没人爱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相信他肯定知道错了 说着他突然故意的摇晃手机 刚刚江赫的经纪人 约我见面了 哎 江明明 我说的对吧 你苦哈哈追星 还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给江赫留的印象深刻呢 是有A立马说的 经纪人 圆圆他们不会是看上你了 想要签约你去当明星吧 你岂不是要火了 是有B 那肯定 你们都不知道在某音 圆圆的热度 已经快赶上一线明星了 他现在可是大网红了 才几个小时 他某音长了几十万粉呢 我嘲讽地看着他 说的跟真的一样 走到了刚刚放置相机的位置 按下了暂停的按钮 从进入寝室的那一刻 我就按下了摄像功能 刚刚他说的那些话 全部都被我录了下来 本来我还以为 他是不了解我 误会了我 现在看来 人家压根就没误会 铁了心要搞我呢 这寝室抱团严重 根本住不下去了 之前我哥就说过 在学校附近 给我买个小居室自己住 但我不想脱离集体被孤立 现在看来融入他们 也得被孤立 我当天晚上就收拾东西 搬出了寝室 六 江鹤的团队动作很快 营销号的视频 大多数都被删掉了 但也有几个 专门黑江鹤的网红博主 不为金钱所动 而江鹤经纪人那边 也多打了电话 说秦源表示 不愿意配合这次公关 还把他的号码拉黑了 我还没有采取下一步措施 秦源已经接受了一些 网红博主的采访 视频里面 秦源画着清纯的妆容 扎着马尾辫 依旧扮演清醒姐的人设 对于这次舆论事件 他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 甚至对于娱乐圈的追星乱象 做出各种抨击 加上营销号的各种转载 将他的语录神话 秦源彻底火了 他的个人账号关注度 已经超过了300万 赫然变成了一个新晋网红 伴随着秦源的知名度上升 我的负面舆论也达到了顶峰 因为之前有人造谣我说 申请了助学贷款 网友便打电话到我的学校 举报我 学校这一查 我压根就没有申请什么助学贷款 便立即贴了证明 但是澄清视频并没有什么流量 反而被网友们认为 是在故意包庇我 秦源更是在视频中暗示 我跟辅导员关系很好 怀疑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一时之间 我被推上舆论顶峰 辅导员也建议我 暂时请假别去学校 凭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干嘛要藏起来 秦源显然也刷到了 学校官方发的视频 但他在教室见到我的时候 完全没有丝毫的愧疚 原来你没有申请助学贷款呢 真不好意思 是我误会了呢 但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应该不追星了吧 好好好 秦源是打定主意 吃我的人血馒头了 行吧 既然这样我也不会留情了 我看着他道 托你的福 现在不追了 因为在想 怎么撕烂你这个绿茶女的脸皮 秦源扑斥一笑 我绿茶 我现在有热度有流量 别人只会相信我说的 不会相信你说的 是吗 秦源这几天尝过了爆红的滋味 也不由得有些飘飘然 我知道你极度我火了 你应该不知道吧 有个脱口秀节目 邀请我做嘉宾呢 对了 过两天 我还会跟江赫一起录制一档综艺节目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要个签名的 我呵呵一笑 我哥的经纪人已经给我打了电话 说这事既然按不下去 那就不按了 直接闹大吧 把秦源的热度抢过来 让我在微博账号活跃一下 不过注意把控一下节奏 我登录了之前的微博账号 私信基本上全都是攻击我的 我照例分享了几张我哥的生图 而这些照片不是在任何公众场合拍的 而是属于宅家日常照片 秦源不是很会控制舆论吗 那我就坐等着 把他捧上神坛的舆论热度 是怎么让他跌下来的 我发布微博之后 很快就有了评论 基本上都是攻击我死不悔改的 还有一部分拿放大镜的看微博的网友 这几张照片我在江河微博都没有蹲到 博主是从哪里搞的 卧槽 他就是私生粉 这种居家照片他怎么可能有 楼上 这个高清画质不像是偷拍的角度啊 只有近距离才能拍出来 我怀疑他黑了江河的手机 大哥 他一个穷逼大学生 咋变成黑客了 咱们发散一下思维 博主不会跟江河认识 并且关系是 一时间之间网友分成了两派 一派相信我是黑客 一派认为我是江河的绯闻女友 就是没有人想到我是江河的妹妹吗 我表示对这些网友很失望 气 晚上江河给我打电话 你不要拦我 这女的就是故意踩着你上位 想要火呢 我马上发微博 说你是我妹妹 我想了想到 情缘参加的那档综艺 你是不是也要去 他愣了一会 是 我也才接到消息 是个家人类型的综艺 里面都是其他明星 带自己的家人父母之类的上的 他最近靠着清醒姐的人涉火了 节目组邀请他当观察室嘉宾 江河说到这里 猛的说道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个综艺你可以上啊 你就是我家人 你跟我一起上综艺 到时候我再宣布 你是我亲妹妹 大家肯定跌破眼珠子 我本来想的是靠微博澄清 但微博的影响力 还是不如综艺 就算澄清 我是江河的妹妹又怎样 情缘还是火了 到时候他随便发一个道歉视频 对他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 那怎么让他被舆论反噬呢 当然是将他捧上神坛 再让他跌下来呗 八 很快综艺亲爱的家人 就放出物料 江河加盟综艺亲爱的家人 并且还请来了最近网上 很火的清醒姐情缘 当观察室嘉宾 两个都是最近舆论风波的当事人 不得不说 这个综艺节目是会蹭热度的 还暗示江河 这次会带自己的家人 一起参加的综艺 一时之间热度暴涨 连带着黑我的那些热度 也都被压了下去 参加录制当天 照常是先导片 一般先导片 都是拍摄明星 在家收拾行李 跟家里人的互动 因为江河团队刻意的隐瞒 又连节目组也不知道 我跟他的关系 为了突出冲突 节目让观察员 跟着摄影团队 去明星嘉宾家里录制 并且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造势 秦源当然是被分配到了 江河和我这一组 观察嘉宾邀请了一个 老牌综艺主持人 和一个情感专家 其他两人采访另外两组嘉宾 周末准时开拍 我早早地用手机 挂进了官方直播间 秦源早就做好了装造 故意整理了一下发型 对着摄像头眨了眨眼睛 最近网上关于我的事情很火 希望大家理智一点追星哦 我并不是明星 但我等会要敲响房门的人 可是大明星呢 然后敲响了我家的房门 江河早就准备好了 在他敲响房门之后 故意不开门 秦源表情有点挂不住 开始阴阳了 哎呀 看来今天的明星有点大牌呢 在他继续敲了十几次后 江河慢慢地去打开了房门 见到秦源 他没有什么好脸色 冷笑一句 你最近红得挺快 秦源假装听不出他的嘲讽 带着录制团队走了进来 看来客厅江河 摆放着几个行李箱 其中有两个粉红色的行李箱 里面放着一些女士的衣物 他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江河你今天是带妈妈 参加这次录制吗 江河双手插着兜 勾着唇怪笑 我爸妈在工地搬砖呢 哪有时间陪我参加综艺 秦源没懂他的暗讽 只以为他是在玩梗 便故意打趣道 别开玩笑了 你现在那么红 叔叔阿姨怎么可能搬砖呢 直播间弹幕在疯狂地刷起 嘶哈嘶哈 江河宝宝好帅呀 为什么有男人穿个睡衣 都这么好看啊 只有我觉得不对吗 江河对清醒姐的态度好差呀 楼上没有看错 我也觉得江河有点针对秦源 是嫌弃他的咖位吗 还是因为他是蹭他的流量火的 我更加奇怪的是 江河为什么要说他爸妈搬砖 这话可是我们圆圆的走红的台词 他玩这个梗不尴尬吗 心疼的抱住圆圆 第一个节目就遇到了江河这个刺头 以前江河就因为片场耍大牌飞料满天飞 原来私底下人品也那么差 因为争锋相对 江河跟秦源的直播间热度 明显超过其他两组嘉宾 节目组看准了热度 立刻将我们这一组的直播 挂上首页大风推 呈现最大程度的曝光 这边秦源见江河不搭理他 表情有点挂不住 便故意拖长了尾音 所以不是阿姨陪你录制 难道是你老婆吗 就 顶流上升阶段 谁敢曝光恋情 秦源这么一问 显然是故意的 直播间弹幕恶意都刷爆了 纷纷猜测江河不会做出这么糊涂的行为 江河眯了眯眼睛 盯着他 你那么好奇 不如进去拍咯 我家人就在卧室 不过他比较懒 爱睡懒觉 这样吧 我陪你们一起去叫他起床 说着就带着摄像大哥一起敲响卧室 秦源一直热脸贴冷屁股 这次抢先一步 敲响了卧室房门 没等他们敲门 我就拉开了房门 顿时跟秦源四目相对 秦源盯着我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江河家里 我吃笑地看着他的表情 我为什么不能在江河家里 秦源快速冷静下来 突然想到了什么 冷声嘲讽道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江河女朋友 追星成功了 你可真会装啊 也难怪了 你本来就有勾带人的本事 不是吗 秦源早就知道 这次录制是直播 他先声夺人 就是想要把我的第一印象搞坏 虽然拜他所赐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形象了 录制组显然也刷到过我们的视频 知道我是事件的另外一个女主角 立刻通知了导演组 导演组也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导演组立马拍板结束直播 留下悬念 直播间顿时黑屏了 江河立刻挡在了我面前 盯着秦源 语气不善道 你说话放尊重点 见到个女生就暗示人家上位 是你父母家教没教好 还是你本身就没家教 秦源冷笑 双手还胸 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本以为你是清流 结果也不过如此 竟然睡粉丝 我叹了口气 本以为秦源算是个聪明人 没有想到是看着聪明 都上了节目 还不忘凹自己人间清醒 耿直人设 我叹了口气 慢悠悠的说道 真是抱歉啊 让你失望了 江河是我清哥 这玩意还真不是你想的那么龌龊 秦源脸色总算是崩了 什么 清哥 我不信 你们不要乱编什么兄妹关系了 怎么可能呢 你是故意想要洗白的吧 我见秦源还执迷不悟 要不要把户口本给你看看 这下子秦源总算是破防了 他拒绝在录制 节目组盯着目前的拍摄的画面 也够炒作一波了 而直播间因为黑屏的关系 大量的吃瓜群众不明真相 还以为是播出事故 顶流公布了恋情 导致微博再次瘫痪 啥意思啊 看了综艺吃到真的瓜了 卧槽不是吧 江河的飞门女友 竟然是露眼现场的追星女 这个世界果然如同我一样发颠 综艺中断录制了 我慢悠悠的 把早就编辑好的微博发布了出去 上面是一张户口不单页 全户人口增减记录 上面我跟江河的名字赫然在列 还有一张之前 我截图情缘为了才我 说我癞蛤蟆吃天鹅肉的视频截图 我第一次知道 亲妹妹追星哥哥 叫癞蛤蟆吃天鹅肉 一时之间 网友们都炸锅了 之前骂我不要脸的那些喷子 不再说话了 江赫的粉丝 则是举刀抬头 却找不到攻击对象的茫然 什么情况 所以这个女生是江赫的亲妹 那之前清醒姐在露眼现场 说她花父母搬砖的钱追星 不就是造谣吗 靠江赫是一名 她本名姓江 江赫和江明明 一看就是亲兄妹的名字 赫呀 你骗得我好惨啊 为什么不早点说啊 话重点 我总算知道了 江赫为什么阴阳情缘了 说她父母在搬砖了 江明明如果是她妹妹 那她怎么可能父母搬砖 供她上学呀 她哥江赫可是顶流 一年赚多少钱啊 齐元还说是江明明的好姐妹 连自己姐妹的亲哥是顶流都不知道 就胡乱造谣 我看她之前就是为了火 故意蹭这波热度 立得人设 总算是李治回龙的网友们 开始分析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咋感觉这次的事情 就是一个巨大的炒作呢 江赫新电影上映 就出了这个事情 很难不相信这不是炒作 炒作 谁会用自己的家人来炒作 还是黑亮 楼上的 如果她不是炒作 为什么路眼现场 她不承认将明明是她的亲妹 她承认了 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 大哥 就算江赫承认了 你们也会认为 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 也会觉得是她故意炒作 这些年她被黑的还少吗 只有我的注意点 很奇怪吗 秦元凭什么张口就说 人家靠身体上位 她脑子里面难道只有这种东西吗 还说是室友呢 我觉得秦元有点绿茶 这次的播出事故 引起了巨大的热度 我们三个的名字 全部都被顶上了热搜 其中 秦元在掐断直播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本身江赫的粉丝盘子 就比秦元的这个心境小网红要大得多 之前因为这个清醒姐的缘故 江赫的粉丝 一直都被喷得抬不起头来 现在好不容易抓到了秦元的把柄 自然不肯放过 江赫的工作室也抓住了这次的机会 买下了不少的营销号 谁说亲妹妹不能追星自己哥哥的 秦元心态崩了吧 号称清醒姐 结果误会人家妹妹是三位的粉丝 思想能不能不要那么卧挫 有营销号故意带动舆论 很快所有网友全都开始围攻秦元的个人账号 之前秦元凹清醒 解人设的视频也都被人剪辑下来 做成了合集 有人终于发现 他号称人间清醒 但其实明里暗里一直在踩身边的人上位 说自己不媚男 但是见到男人就舔 他几天建立起来的清醒人设 几乎是瞬间崩盘 十 几乎是同一时间 我抽功夫上传了之前在寝室拍下的视频 视频上秦元的撕下的嘴脸被彻底的曝光 大量的负面舆论彻底将他包围 秦元坐在化妆间 表情都快要扭曲了 他愤怒的将手机砸在桌子上 我不拍了 如果这个节目有江明明 那我就拒绝参加 娱乐圈就是这样瞬息万变 前面你火 大家都捧着你 当你不火了 全网骂的时候 谁还管你 但秦元刚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还没有试过跌落谷底的滋味 一时之间心态根本就没有转换过来 执行导演盯着他 不懈道 可以啊 之前签的合同 你如果霸演 按照合同赔付赔偿金就好了 秦元还没有适应执行导演的态度 你什么态度 当初可是你们节目组求着我来 让我参加这个综艺的 还让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可以给节目组拉些热度 当初是当初 是让你发表耿直言论 但我们可没有让你发表脑残言论 你现在落到这样 还不是你自己不留口德 执行导演说完就不耐烦的走了 但节目还要继续拍下去 采访明星嘉宾这个环节只能跳过 后面秦元一直坐在演播厅当观察员 吃他的热度 节目恢复正常录制 我哥一直在偷偷关注网上的舆论 此刻见到网友们都在喷秦元 顿时松了一口气 要我说 要是有些人不存着 踩着别人上位火的心思 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田地了 我却摇了摇头道 不见得 黑红也是红 至少他想火的目的达到了 果不其然 秦元很快就意识到了 虽然网上一窝蜂的人都在骂他 可是关于他词条热度 竟然在疯狂上涨 他甚至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百度百科 他觉得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在演播厅的时候 另外两个观察员也关注到了最近的舆论 都不怎么搭理他 秦元也无所谓 不光不收敛 甚至公平的开始抨击所有人 我们三组明星嘉宾 他评论A组 洗碗这种事情都要父母来帮忙 明星看来真是个高贵的职业呢 食指不沾阳春水 评论B组 看他平时跟弟弟的相处就知道 他应该私底下很爱耍大牌吧 真把自己当根葱呢 第一期录制结束 秦元冲我放下狠话 你瞒得够深啊 但这又怎样 你以为能搞得死我吗 只要我道个歉 网友还是会原谅我的 我平静到 你有被害妄想症吧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喜欢踩着别人上位 综艺上架当天 秦元的热搜就再次爆了 这次不是因为清醒姐 而是因为他嘴毒得罪人 别的观察员都是夸夸明星 只有他根本不在意任何人的身份 想骂就骂 网友都说他这次是真的疯了 只是可惜同样的招数 网友们能吃一次 并不代表会一直吃下去 其他两组明星嘉宾 本身录人员就很好 在圈内也有拿得出来的作品 几乎没有人说 他们不敬业刷大牌的 秦元这番评价 就显得是在故意挑刺了 几乎三方的粉丝联名抵制 秦元再继续参加这档综艺 综艺第一期在点击暴涨之后 就被刷上了大量的差评 节目组迫于压力 也是因为蹭热度的目的达到了 果断地跟秦元解约了 后面几期录制 我就并没有参加了 本来参加综艺 就是为了来邓清录演事件的 但我跟江赫的日常互对 兄妹日常得到了一众网友的肯定 这一定是亲兄妹 太真实了 我看我哥 就是偶尔觉得他很好 大部分时间觉得他讨厌 真是难为明明宝宝了 为了给我们贡献高清生徒 硬是追星自己清歌五年 我在微博发出了最后一组生徒 然后标注以后 账号不会再更新 一定会好好完成自己的学业 网友们表示失望 但也理解 十一 而秦源这边 因为综艺节目的关系 算是彻底红了 他遵循着黑红也是红 一口气接下了好几档综艺 因为长期矿课 学校也勒令他退学 同学劝他 要不还是先顾好学业再说 秦源根本不在意 搬出寝室之前 还大放厥词 你们知道我现在赚多少钱吗 我现在可是明星了 等以后大学毕业 一个月拿三四千工资的时候 我早就成为了人上人 他这番言论被人偷偷拍下来 放上网络 这些大学生都被他的发疯文学创飞 官方账号 直接封进了他的微博 和其他媒体账号 将他当作反面教材 给青少年带来了不良影响 属于负面艺人 直接被娱乐圈封杀 而秦源接下的那些节目方 也因为他负面缠身 要求他赔偿损失 这下子 秦源的明星梦算是彻底他了 别说当明星了 他现在想当个小网红都难 后来他试图勾搭一个资方 琢磨娱乐圈进不去 嫁入豪门也行 可人家金主也不是傻的 听说他辉煌了两个月之后 就成功被甩 最后灰溜溜的回了老家 等于我哥兴冲冲的 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正在备考四六集 听闻头也不抬 我都说过了 利用舆论 半语舆论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他了 我哥表示认同 没有过硬的实力 走红或许很快 但他访的也很快 然后他又嘴贱的问了我一句 我演唱会第一拍座位 给你留好了 能不能带上相机 来给我拍几张 我看了看 还是你拍的最好看 我嘴角抽搐 许久才点了点头 可以 但是要加钱 全文完